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天瓜 借助人类科技开口讲话的故事,黑洞 为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火星之旅 太空中心为宇航员举办了鸡尾酒会 男主角戴夫作为总指挥员同样参加了这场聚会 在聚会上,他遇见一个大兄妹 在他面前吹嘘自己见过的大场面 大兄妹就把戴夫介绍给了他老爸 没想到这个人竟是戴夫的体检医生 问题不在俩人是医患关系 而是在体检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尴尬的事 大夫想起来还是觉得十分尴尬 幸好医生比他先一步离开现场 接下来要去准备一下带上火星的东西 他去休斯顿办公室拿清单 对方已经帮他买好了必须用品 各种薯条、可乐、威士忌和香肠 但是被他告知不能在失重环境下吃果酱 因为分子会液化 于是给他换了一个甜瓜 还是无子的 回去的路上大夫就一直在想 这个无子的甜瓜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这个问题就好比是鲜有鸡还是鲜有蛋 怎么想也想不通 大夫开始忌惮这个甜瓜 于是他将甜瓜送去检验 检验时发现了一条瓜传出来的信号 科学家又用高科技传导了瓜的想法 发现这个瓜上辈子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于是他们让瓜给大夫设计了一套航天服 可怜的大夫正准备相拥最后一块甜美的蛋糕 就被喊去试服装 穿上航天服后还真是有一点小心感呢 总之大夫对新服装十分不满意 他认定自己不在的时候 甜瓜控制了整个宇航局 于是将甜瓜举报了 没想到上级不仅不理会他的举报 还将甜瓜派给他当搭档 用语音合成器帮助甜瓜说话 还用高科技帮他走路 大夫带着这个瓜去体检的时候 诶等等 瓜还需要体检 总之带这个瓜去体检的时候 还抢走了大夫的女神 大夫的生活被这个瓜彻底打乱 接下来他们就上了太空 在一阵红的绿的乱七八糟的光下 大夫恍惚间来到一间房间 这是他在地球的房子 里面坐着一个老头在弹琴 老头孤身一人 站立起来需要组着拐杖 腰上还挂着一个尿袋 看起来有些凄惨 很明显这是老年后的大夫 两人相顾无言 突然旁边的瓜说话了 大夫不解 为什么还有个瓜在这里 瓜突然开始朝老年大夫发难 老年大夫疯狂地抖动着拐杖 直到震动达到临界 挂在腰包的输尿包 一下子爆裂开来 大夫从惊吓中清醒过来 经历过这些之后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东西 人生就像一只鞋盒 只有打开了才知道 里面是什么 这个动漫致敬了科幻电影 2001太空漫游 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搜来看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